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啸 第四百八十章 太厉害了 除了莫无忌之外 其余的人都在凝聚仙格 韩清如的仙格早已凝聚 也在闭关凝联他购买的那个木属性法际 苦亚将碧水珠交给了莫无忌 莫无忌则开始检查这个仙府 仙府中的房间有些是无法打开的 因为这个仙府是苦亚祖先留下来的 莫无忌自然不会去强行攻击这些房间 数日之后 莫无忌留下一枚遇见后 便离开了这仙府 他肯定 就算吴生河真的有通往仙界的通道 也绝对和这个仙府无关 他准备在吴生河里面寻找看看 有没有前往仙界的通道 吴生河下一片阴沉 莫无忌在河底几乎遇不到任何的生命 就算是一条鱼虾 他也未曾见过 在这吴生河底 那就是一片四季 没有任何生机存在 莫无忌主要是为了寻找通往仙界的通道 对这吴生河河底是不是有生命 他并不在意 最初几天时间 莫无忌还在那仙府附近寻找 一个月以后 莫无忌渐渐地偏离了仙府 永鹰仙域 在仙界七大仙域中 永鹰仙域排名最低 实力也最弱 鹰水仙城 在整个永鹰仙域里 只能算是一个最普通的仙城 不要说比其余仙域的顶级仙城 就算是在永鹰仙域的仙城里 鹰水仙城也算是比较差的 论起级别了 鹰水仙城只能堪堪算作是一个下仙城 此刻在鹰水仙城的城主府里 一名如实打扮的中年男子 正愁眉坐在仙域缭绕的仙香木椅上 一动不动 温侯 若是实在不行 我们鹰水仙域 就放弃了这次机会吧 这中年男子正是永鹰仙域 鹰水仙城的城主温侯 温侯这个名字和别人有些不同 他的名字不但叫温侯 他的外号和在永鹰仙域的官位也都是温侯 温侯从宁斯中回过神了 抬手抓住了身边美副的手叹息了一声 语气柔和地说 县宁啊 我也想过放弃 但是我一旦放弃了这个机会 我鹰水仙城恐怕再无机会进击到上仙城之中 这次天主放开允仙仙国 这对我鹰水仙城来说 甚至算是唯一的机会了 所以这次单道大笔 我鹰水仙城必须参加 还要至少获得前五十的名次才有机会啊 他身边的美副 一直能暗自叹息一声沉默下来 他何尝不知丈夫说的对 鹰水仙城如果再没有好的机会 别说是夏仙城 就算是沦为别的附属仙城 亦不是没有可能 一旦沦为附属仙城 那他这个城主将再无话语权 他的修为想要再进一步 亦是困难重重 城主大人 谭弹王回来了 城主府门口忽然闪现一名身着仙仙的兵士 他共身禀报完后 便束手站立于一侧 原本情绪低落的温侯听到这句话 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语气激动地说 快有请谭弹王 温雄 谭良因为有些似事来得晚了些 让温兄久等了 一名身材高大 看起来颇为销瘦的男子 出现在了城主府门口 温侯哈哈一笑 已经从座位上下来 他几步上前 就抓住了谭良的手说 谭兄 你能来我这个地方 我温某早已铭记于心了 这份恩情我不会忘记的 一旁坐着的女子也站了起来 对谭良共身一礼 谭良连忙回礼后 这才叹息了一声说 温兄啊 这次涌英先月 参赛者多如牛毛 各大县城都是顶级当王出手 而我不过是个四品当王 我怕到时力有未待 会误了温兄的大事 温侯也是叹的一声 谭兄的话 我何尝不知 只是我已退无可退 谭兄是我认识的人中 胆到最强者 若是谭兄也无法帮到我 只能说我永莹先月 没有那个造化了 谭良点了点头 他明白温侯话的意思 他的确是看在温侯朋友的份上才来的 事实上 现在他一个四品丹王 无论走到哪一个县城 那都是最尊贵的宾客 温兄 这次丹药道大比 除了丹道还有药道 我需要找一两个炼药高手相助 否则的话 我的胜算更低啊 梁谭也没客气 他和温侯相交数百载 没必要来续的 温侯文言赶紧说道 谭兄 和我一起去炼丹房吧 我这里虽然没有顶级的但是 但是一些可以炼药的但是还是有的 我让他们炼药 谭兄 你自己挑选 谭良没有客气 他本来就是来帮温侯忙的 虽说温侯没有亏待他 但事实上 以他一个四品丹王的身份 在任何仙城也不会受到亏待 英水仙城虽然是个下等仙城 但是炼丹房却是豪华气派 一排排地火口建造的不但豪华有气势 仙灵气息还浓郁无比 在这样的地方炼丹 就算是炼丹水平差上一些 承担率也会增强不少 数十名丹师在炼丹房中炼丹 尽管这些丹师最高等级的也不过是三品丹军 但他们每个人身边都站着一名俏丽的女修 这些女修是随时待命的 只要这些丹军有任何吩咐 这些女修都必须马上去完成 看见温侯和梁潭紧了 众多丹师站了起来 温侯摆摆手 大家各自炼丹 不用管我们 若是炼药和炼丹被炼丹王看中 将来有机会代表我英水仙城 前往永英仙语 参加丹药道大别 听了成主的话 众多炼丹师都是惊喜不已 永英仙语即将举办丹药道大比这件事情 谁人不知 更何况他们还都是炼丹师 一旦能有机会代表英水仙城 去参加永英仙语的丹药道大比 那不仅是无上的荣誉 更是无上的机遇 就算是什么都得不到 只要看看那些顶级的丹王炼丹 也是他们一辈子遇不到的事情 万一获得了一个名次 那种奖赏将是他们一辈子的机遇 所以在温侯的话落之后 这里所有的炼丹师都开始专注炼丹 几乎每一名丹师 都将自己最拿手的丹药拿出来炼制 谈良的目光从第一个丹师赚到最后一个丹师身上 眼中的失望难以隐藏 其中虽然有人可以炼制三品仙丹 但想要参与永英仙语的丹药道大比 那还是差的太多了 温侯看着凉坛的目光和失望的表情 心中也是无奈 丹师实在是太少了 厉害的丹师更是不愿意留在英水仙城这个地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 谈良呼得轻易出声 站在谈良身边的温侯心中一息 正想询问谈良是看中了那一位丹师的时候 却见谈良急步走向了炼丹房的一角 然后他看见谈良拿起了一个丹炉 就是温侯也能看得出来 谈良手中拿着的丹炉 不过是一个一品仙气丹炉而已 这个丹炉的价值极低 就算是在炼丹房 也没有丹师愿意使用这样的低级丹炉 可是谈良却抓起了这个一品仙气丹炉 不断喃喃自语起来 厉害 太厉害了 居然提炼出了十成精华的药液 真是好强大 太强大了 谈良眼中的兴奋难以掩饰 哪怕是他 也别想将一株九级灵草提炼出十成的精华来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